邀請這個世界 你到底了解有多少呢 歡迎收看不可思議的世界 宣約大家介紹今天不可思議的特別來賓 影劇記者許勝梅小姐 可為朋友好 觀眾朋友晚安 社會記者 戴智陽先生 可為朋友好 觀眾大家晚安 真信业者 陈佩玲小姐 潘潘好 大家好 Apps掌握俱乐部主席 黄立可 黄主席 潘潘好 大家晚安 李珊克法师 一选法师 潘潘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什么 不可思议的主题 先看我们今天的主题 先好 零雷县包中箱的零售市场 上午七点正是人潮最多的时刻 水果摊前竟然有一名男子 双膝着地地跪在地上 他双手握拳地低着头 任凭过往民众对他指指点点 空气中甚至还回荡着笑声 原先男子的家人围在他的身边 意图帮他遮挡 后来被七八名 负责监督的人赶走 接着监督人指着男子的鼻子说 尽敢看别人的老婆通奸 活该 男子则用小的不能再小的声音回答 我勾搭人家老婆 我错了 已经拥挤了菜市场 加上围观的民众更是水泄不通 还劳动警方疏导交通 而原本还贵得端正的男子 因为体力不支 双腿麻木 渐渐地越趴越低 最后他甚至已经趴在地上了 贵了四个小时后 男子站起身来 从这装满冰榔的盘子 开始沿街奔送给邻居 因为这也是约定的项目之一 他的亲友则忙着用伞帮他挡镜头 这名男子是因为和邻居的妻子有染 当场被抓到 原本和解协议赔偿75万元 但他却放话是被设计仙人票 这位带了绿帽的邻居气得跳脚 拒绝赔偿金反要他当街下跪 男子为了不要赔钱 同意在全乡最大的市场下跪认错 也在地方造成轰动 通奸真的会有报应吗 人家都说朋友欺不可欺 他因为跟他朋友的老婆通奸了 居然被要求要跪在菜市场 跪四个小时 然后任人五路五楼令 其实我觉得这件案子 在台湾目前大概是首例 也就是说公开示众 然后作为这种 所谓洗门风 一般这种民俗的 什么叫洗门风 其实洗门风我们简单来讲 就是叫做回复名誉 这四个字叫回复名誉 但是我们说这位 这位诚信男子 他真的是受创很深 而且当然以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他勇气可嘉 那这件事情证明了什么呢 真的是朋友欺不可戏 甚至连远观都不可以 为什么我说连远观都不可以 因为当初这位诚信男子 跟这位张姓 这就是那位老婆的先生 张姓男子 他们是从小到大的一起 好朋友 妈记得对 妈记得好朋友 但他们为什么会发现 这一起奸情呢 那就是因为 其实这位张先生 他其实很早以前就耳闻说 老婆常常跟这个诚信男子出去 邻居已经有发现异样 跟他提醒过 但其实他都不相信 不以为意 对 他也没有发现真正这个试证 但有一天他跟这陈先生 两个人在家里泡茶的时候 他老婆在那边弄东弄西 服侍他们 结果发觉奇怪 我这个妈记怎么跟我老婆 眉来眼去 对 眼神看到了 对 两个人就看来看去 然后不时的微微的露出笑容 微微笑 结果突然所有的回忆涌上心头 包括所有的耳语 又通常灌入耳朵里面 所以他决定找真心社调查 对 结果呢 那位市主当然就在我们旁边 但我来讲 为什么调查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也没什么结果 他们曾经也有 据我了解 曾经也接受过线报 但好像抓了两次没有成功过 对 但第三次 据说他们用了所谓高科技设备 GPS定位 定位到之后 他们在一个包工庙面前 对 然后就带着这先生去当场抓奸 在包工庙前面车站被你们用高科技的一些器具抓到了 其实我们接到这个案例的时候 其实只有第三天我们就抓奸成功了 非常 因为第一天其实我们那时候 因为我们是建议嘛 因为就是车子上面 我们就是装GPS 然后跟所谓的针孔 对 我们还有加装这个针孔的部分 整个是现场直播 那第一天其实 第一天我们就抓到了 但是因为只有五分钟我们来不及抓 第一天就一偶偶五分钟 对 那我们是真的 而且再来就是他们那个 他们那时候是在那个 他们那边都是禅拉聊 对 那个乡下 那我们定位的话很难找 而且他们是整个是躲在树荫底下 就是很暗我们找不到 那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去喝酒唱歌 就是喝完酒唱歌之后又想来一下嘛 对 那我们又听到音音哦的时候 我们大家开始就是准备出动 结果就已经这边又结束了 对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到那边的时候 诶 没声音了那就算了 第三天 第三天又来 一样在同一个地点 同一个地方 那我们其实已经stand by 好了 我们就不能说再等到听到声音才出动 我们就是他们一出去 我们就是跟在后面 是 那那一天也是很紧张 也是怕说又来个五分钟 等不到委托人来 我们就直接把他整个人抓出来 嗯 他们就在车上 那抓出来的时候衣衫不整的 衣衫不整哦 对 然后下半身是他还在拉裤子 对 那当下其实 因为我们也是有讲到这个协调性的部分 我们并没有想说要搞这么大 因为大家都不希望这个样子 那是因为这位先生 他因为这个 这个肩膚呢应该这样讲 他到处去放话说 人家给他仙人跳 那我们的委托人当然就不服啊 因为自己的老婆都已经被人家起了 讲难听一点 那你还要讲说 让人站起来啊 那你这样说我给你仙人跳 对 那你居然还说 还说什么我给你仙人跳 他当然生气啊 那他就当下 因为他们那时候闹得很大 一直到那个当地的那个协调 那个委员会那边去 那他说 好 这样不然你要给我西门红 那其实西门红的意思 他其实是一个民俗 那未必说每一个地方 就是一定要跪在那边 那个请冰糖 那个只是说 他们当事人讲好 协议好 你要怎么来给我回事呢 因为西门红就是说 你要大张起舞的 来跟我登门道歉 对 因为是你自己 闹这么大的嘛 还要请全部的人吃冰糖 对 大概有请求 让大家都知道 真的 是他们协议好的 那这个男的 他钱也不要了就对了 没有 那个男的 不是说他钱不要 是那个男的说 他75万他付不出来 他不要 那又再来又是 他又这样到处去讲 导致我的委托人 就当然生气了 他说你不这样子 我就是要告诉你 我就是要告到底 这样子 是才衍生到后面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啦 当然我们以民俗角度来讲 他这一方面的洗门风 已经算是比较轻微的 像一般的话 还有请做大戏的 也就是说布袋戏 布袋戏 这其实像我们以前 我问过那明花园歌仔戏团 其实他们以前 有接过很多这种案子 对啊 就是专门做这种 不是他们在唱的时候 底下人要跪着吗 没有 那千万人还是想说 朋友气不可气 但偶尔亲戚也没关系 而且这种事情之后 在乡下会发生 都是乡下会有这种 主要是两个男生 那两个男生都认识 因为在乡下 大家彼此间的关系 比较密切 是 生活圈捷比较小 如果在社会一般道德来讲 但没有人认得嘛 可我们知道 在古犹太的时候呢 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我先道德重整一下 大家有可能可以 看看圣经 圣经 对对对 因为迎风不可敞 太严重了 所以现在大家道德观 都迷失了啊 在古犹太族的时候呢 就曾经说过 光是我如果娶你回到家 发现你不是处女的话 就要把你领回娘家去 让众人用石头 把你打死 这样哦 对 因为在古犹太 就是说 当我已经付了聘金之后 你就是我的老婆 你如果不是处女 你就危险了 所以后来 可是耶稣就认为说 这样子不公平 对 他认为说 有一个人就把一个 抓到通鉴的一个妇女 抓来他 他声明说 耶稣你说 那他该把石头打死 因为那个古犹太族 这么说要打死的 他说 你们如果认为 自己没有罪的话 你才去拿石头 结果全部都走了 真的 大家都自己犯了这个迎戒 对吧 早期的那些都是讲 女生要忠贞啊什么 很惨耶 但是为什么 我之前就听一个传闻说 如果你犯了这样 就通坚的话 其实是会倒霉 会倒霉 对男人来说也会倒霉 就会衰这样 那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 也常常讲到一个 已经往生的大哥 我们就不要再互换 他的名字了 但是他当时 他跟那个女艺人 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女艺人 其实是并没有离婚的 其实事后证明 那个女艺人 是婚姻的状态 可是他否认跟他有通坚啊 他说他们没有谈恋爱 不是吗 没有 他们根本有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不要先说他的名字 就是这个大哥 其实跟那个女艺人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女艺人是婚姻的状态 但是这位大哥 其实也没有离婚 虽然他有回去 打电话回去 跟他的太太说要离婚 但没有离婚 所以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 是如果就法律上来说 其实是通坚的 而且他们是住在一块 有一段时间了 那那个时候对 那后来这个大哥 因为有点精神上面的问题 后来就是亡生了嘛 那圈内就有一次我 这下午我可以讲别人了 有一次高大哥就我们一群 就是有些艺人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就讲说 因为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就有一种说法是说 对他不好 就让他精神会错乱 就是会衰啦 那个运会倒霉这样子 真的会不会衰 然后就会让他 我不知道啊 第一次听到说 其实我先补充啊 不要说做这件事的人会衰 其实像爸爸做这件事的人 当然这是他们职责 他们不会衰 他们还好 他们真的不会 但是你说一般 一般叫警察陪同去抓监 没有一个警察愿意去 就说所有参与的人都会衰 警察压高的话会衰 警察会用尽数的理由 他不要的 所以这时候要嘛 就补一个红包带 然后对 帮他消化 一群马就帮我们解释什么道理 为什么通坚 其实我大概解释一下 在古代来讲的话 一到家来讲就是说 你今天好 OK 来 黄大哥 不好意思 我跟你有问题了对不对 那你要来洗我家的门风 就很简单 你要扮一些桌 那整个村子里面的人 全部要来这边吃桌 假装 假装完了一样就是看大戏 大戏完每个人还要发红包 发完之后你要跪在地上 然后静天就是我错了 然后完之后再鸣炮 然后还被那个炮拖着 要这样子整路 自己戴绿帽子了还要请客 然后发红包给人家 是那一个捐错的人 对对对对 我们刚刚那个片里面那个主角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他是说 因为他到包公庙去了 他是最笨的 他是生男的 这个是有点最笨的方法 所以包公也看不过去 因为在我们庙里外面 他有个武方有个武营 他有一个五名嘛 冬塞南北中有五名 中老少年 有五位的将军在这边镇守 你又在趴在旁边又在车镇 他不把你抓 你看他在抓谁 对啊就当然了 而且我再补充 我们刚刚讲的 那么多所谓洗门风的方式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们除了 做大戏 请客 磅 送红包以外 洗门风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形式 我们进个广告 就这样回来 所以家里就会叫你 那我们就建议他 那干脆就是在家里面 装个真空 对 那就发现 潜伏是自己的哥哥 对 就是这样子 我不要抢 有什么样的形式 对 像我们刚刚上面 已经提过很多所谓洗门风的方式 另外还有一种是说 他要求所谓通奸那一个人 就是说就是那个男的 尖夫 要端着一盆水 然后到这个被害者家中 然后去擦他们家的门窗 包括大门的门楣擦干净 门窗洗干净 这是一个仪式 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 通常他们会要求这个尖夫 到当地的信仰中心 譬如说你当地有个大庙 或者说附近有个大庙 所谓捐门槛 也就是你捐钱 然后叫庙里把那个门槛 重新做一个新的 但上面要刻上你的大名 刻谁的 尖夫的还是 尖夫的大名 让大家跨过去 对 大家跨 然后大家踩 所以这是象征万人才 跨架之乳 对 通常还有一个这种方式 还有什么 在世界各国 像在中国西南的一些遗族 他怎么做呢 比方说你小叔偷嫂子 他要怎么做 你要杀两只羊 被一坛酒 弟弟要向哥哥请罪 同样的 这嫂子呢 也要跟弟媳请罪 就是一样杀两只羊 被一坛酒 那如果是 这个公公跟媳妇呢 就两个都要上吊自杀 公媳也会通奸啊 有啊 这个在红楼门就有提过 秦可卿跟他的公公 贾针之间就曾经通奸过 所以古今中外通奸事情很多 直接拖出去斩 对对 那如果喜门风更严重 像法国来讲 在几百年前 他们在怎么做 裸体 油肩 示众 还要反齐驴子 啊 对 还有进猪龙什么 对 还有人说像还要活埋 日人卖还剩下活埋 还要莫收财产 那到了后来呢 在两百年前呢 开始欧洲的有一种就是 那个通奸的妇女呢 身上会挂一个A字 A字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奸淫 adultory的意思 奸淫的意思 然后呢 你终于披挂在上面 让他知道说 你这个就是通奸的妇女 好惨 所以这个都是 你带妇女要得到那种 癥结牌绑是很困难的 所以这就是彰显那种 父权社会 因为基督教是说 做太太的必须听从丈夫 就跟子民听从上帝一样 是 所以丈夫的权威是不容侵犯的 如果我的太太跟别人通奸了 我怎么知道 她以后生的小孩是谁的呢 这个对整个父权社会 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也对 不会 像那个培林你们那种 被要求洗门风的案例 还有吗 其实刚刚我有听到黄大哥说 那个丢石头的那个 之前我们就是有抓过一个屏洞 他就是类似这样子 但是他没有说丢到屎啦 就是说他 因为那个案子是他亲兄弟 那因为老婆是大陆的 那我们接到这个案例 他就是很简单 他说老婆不跟他刑房 半年之久 他连碰都不要让他碰他 那他就觉得很奇怪 没有夫妻知识 对 就叫我们调查 可是我们怎么调查 调查了三个月 他对外没有什么任何的交集 那我们就建议 那干脆就是在家里面装了针孔 对 那就发现肩膚是自己的哥哥 对 就是这样子而拍床 那拍床之后 他说他要自己处理 那我们 因为当然委托人说自己处理 我们就不方便去干涉 那再来又是亲哥哥 那后来他们是怎样解决 他叫他哥哥跟他的老婆 会在他们家 祖先排位 不是 不是 在他们村庄的一个大庙 在那边给众人丢石头 给他们亲朋好友就丢石头 然后把他的那个大陆老婆 赶回大陆去 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很可怜 因为同间的是自己的兄弟 我们刚刚讲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所谓 以父系社会为主 但实际上有一个反例 是 那就在台湾 那就我们台湾的阿美族 我们原住民 母系社会 所以我们常常讲 兼夫淫妇 但是在阿美族的里面 叫做淫妇 淫妇兼妇 淫妇兼妇 要怎么讲 因为他们的婚姻 也就是说 只要两边联姻之后 男方就等于是入最大女方 是 这边的女方最大 那如果说你男生在外通奸的话 那变成说你男生跟对方 那个女的全部都要 逐出这个部落 永远都不能够 回到这个部落里面来 对 真的是永远不能够 回到这个部落里面来 这是他们的一个 很特殊的方式 女生没讲到什么中间 那里 我觉得以现代人来说 比较不会用 这样的惩罚方式 那我之前听到一个八卦就是 我们圈内有一个 很有名的女艺人 她现在在做一些生物科技 不能讲得太清楚 因为这个事情八卦 你怕被告 就是她也很要面子 长得很漂亮 那她的先生跟她一起 就是合作一个事业这样 但是她一直觉得 她先生怪怪 就是也是不碰她 通常都是从这种事情开始 就觉得 虽然是事业忙 但为什么我们完全没有 夫妻生活 可是我们认识很多的 已婚妇女 或者是已婚之丈夫 她们都说结婚了 以后好像就是久了 就兴趣缺缺 没兴趣了 还有就是累 对啊 回家就头痛了 奇怪回家才会头痛 在外面都不会头痛 有怪月生龙龙龙龙 那怎么办 她就觉得很奇怪 那那个时候 她就真的去找真信社 因为她觉得她先生的行踪 常常有一段时间都不见了 或什么 她就找真信社去查 结果很快 真信社就给了她一批照片 原来就是在外面有女人 问题是 她在外面的那个女人呢 是她自己的姐妹淘 是很好嘛 几十年的姐妹淘 而且这个姐妹淘 一直没结婚 那她就觉得很可恶 怎么会这样子 那她实在受不了 因为她是个女强人 她干脆就跟她先生摊牌 所以她就找一天 她先生回来 她就直接把照片拿给她看 就说你怎么会这样 什么什么 那她先生当场就跪下来 就说 又讲一堆就说 我不是故意的 她说因为你的姐妹淘 实在很可怜 你刚好那段时间又出国 反正一堆理由 可是我觉得这个女强人 蛮厉害 她说你要补偿我 对不对 因为我受到损失 你补偿我 她说怎么补偿 房子车子所有财产全部给我 等于各地赔款 她要被我照片 对 因为现在人对 你不用 我可以不讲 因为你家是家大业大 我只要讲出去 你完了 对不对 是你完了 但是你现在所有东西给我 而且名下所有财产 所以到最后她的先生 只剩下手机是她自己的名字 对 真的 她就拿着照片就说 你要玩你去玩 你所有的钱 房子都过到我这边来 对 你所有东西给我 这就是一种补偿 反正没有关系 因为在古代就认为 妻子是男人的财产 是 那你倾断我的财产 就要赔偿 所以刚刚提到 像依族也是 必须让被害者 南方被害者 穿金带银 骑好马 所以逸权把这资源很像 通经的 真的衰得 剩下一只手机而已 真的 其实也未必 还是有救的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听来人讲话 其实我们为什么会衰 就是因为比方说 今天我跟我太太结婚了之后 她说我们一定会拜天地 进天地 进天地之后 就是两个人 都要承担一个公业的业障 那今天如果今天她背叛我们 而且跟别人的时候 那另外这个男生 他要去承受我们 这三个人的业障 所以之前我们有提到 这个忘夫还是衰夫 对 就是你曾经 你只要跟他有性爱的关系的话 就是有夫妻知识 就会带来福气 或是白云 那你就是有夫妻知识 可是这个通经有个排行榜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你像我们属老虎的 排行榜 属老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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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非常OK 可以的 再来属牛跟属羊的 也是OK的 再来属龙跟属鼠 也是OK的 因为这个配夹的话 他们可以去运转 所以这些没有 看的就是因为他们 没有来过 说这样子通经就没关系 不是没关系 他们不会那么出事的机会 不然就这样 结婚前就先了解双方 可不得 而且如果有一些 要搞一夜请的 老师还没讲完 他有倒霉的 等一下以后 陈培林你们要比对一下 是不是有被抓到的 还有没被抓到的 都是这样 有倒霉的就是 比方说我们的属鸡的 跟我们的属狗的 就不行了 一定被抓的 一定会被抓的 再来就是我们 属老虎跟属猪的也不行 再来属羊跟属虎的也不行 羊入虎口不行 再还有属老鼠跟属兔的也不行 还有我们有个 有个会有婚外情的 排行榜 12生肖里面 第一名是属狗 属狗 属狗的最容易 对 属狗最容易 会有婚外情 爬墙 谁属狗 因为狗鸡跳墙 这太准了 属狗的协会 打电话给你抗议 第二名的话就是属猴的 属猴的 因为他的整个性格 喜欢爬树 第三名就是我们属马的 属马的 第四名就是属猪 属猪 再来就是我们属老鼠 第五名 他整个的排行榜 他整个个性 是这样子排下来的 这样子小代你老婆 你们刚新婚吗 你属什么呢 我新婚 你都已经会跑来训婚了 什么一个 雨水交换 不是 我属牛 我老婆属兔 所以是OK的吗 OK的 牛那么大只 压在兔子身上 应该OK的 他还有什么 不过我们讲到 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地方 其实各地方 对于喜门峰 或是说惩罚 兼夫淫妇他的方式 并不尽相同 那其实像在湖南 湖南他们 惩罚这种兼夫淫妇的方式 就把两个人绑在树上 然后用乱石把你打死 对湖南有些乡下 他们很多地方这样 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 就把他打到死 对打到死 那在贵州方面的话 贵州方面就是说 你除了游街市中之外 还要把你拖到树林里 由村民拿乱刀把你砍死 砍死 对 这是砍死 这都是目前 这都是动用私刑的 对 都是动用私刑的 其实这种东西是不合法的 可是在比较公闭的社会 比较公闭的乡下 其实这还是常发生的 还有哪边呢 像在伊朗也是一样 用石头攻击 可是我们知道 它古代更严重了 比如说借银的妇女的话 她被施以这个幽闭之行 什么是幽闭 幽闭就是说把女孩子 绑在这个棍子上面 柱子上面 然后用那个棍子 有没有 猛吹你的腹部 造成你的子宫下垂 然后挡住你的那个 下体的那个出入口 以后从此无法再行人道 这是一种非常惨 这边都会操练 骨盆 那还有人叫封阴之行 就是说用针线 把下体封起来 看你以后再怎么乱搞 对 而且他往往都是说 不经法律判断 直接很多官府 甚至自己的圆外家里面 拔技小切织 就这样做掉了 非常多 有一些那种业者啊 会要你们动用私行的 有一些都不能曝光 其实很多耶 就是比如说就是打电话来 就是说要报复的 对 设计或报复的 其实我们接到这种案例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那其实 我们当然就是以合法化了 就是 对啊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都自己开玩笑 那你要出几万 好 我出两万 那我按个喇叭吓吓他 对 所以就要吓得越厉害就对了 对啊 我们其实接到这种案例 没有 其实我们接到这种案例很多 不过我们前一阵子有遇到那种 就是真的是 应该是说报应吧 因为我们在跟踪的时候 他在高速公路 那因为他们就是出游嘛 他们就是都约好 那因为也是车上都装GPS 都是可以清楚就监听到 就是他们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 他们两个正在嘻嘻哈哈 因为他然后在高速公路的时候 突然蹦一声撞死掉了 撞死了 就自己撞死了 我们就在后面 对 还是 还是我们报得紧 对 但是不是说这个我要解释 不是说我们跟他追逐 对 而是他是那种当下是我们也毫无预警的 是直接就蹦就整个这样子 对 对 他本来找你们真心的他的太太呢 他的心情 吓死了啊 因为我们当下我们就是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画面 我们就是先报警 报警的时候 我们在联络委托人 跟他讲说车祸 那当下也是解释很 因为还好我们整路都有拍 对 证明说我们不是跟他追逐 因为我们的 我们阻止是我们情愿跟丢 我们也不要曝光 对 其实他这种状况 我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常常会发生这种意外 对 那因为大概都是 都是在玩手排檔的关系 为什么 什么是手排檔咧 我们休息一下 快跟我们回来就告诉你 对 对 真的有的 有的 有的 他跟对方的老婆说 你老公聴我母 你也要让我聴 我老婆 你聴上去 他是先发现自己老婆 对 对 那些通奸 在通奸过程的时候就意外死亡 小代说很多时候是在玩手排檔 因为这种我们讲的 为什么会通奸或偷情 一定都 很多都要当 不见得是真正男欢女爱 是寻求刺激 那通常 我们所谓的肩负淫妇 一见面 那一定通常就已经是干财烈火了 所以说我们常常在交通单位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这警方有时候不太人道 像包括某些公路警察单位 他定期的会展示一些照片给媒体看 就是说他们拍超速照相 或者说危险驾车 然后会有哪些情况发生 那我们就常常看到 奇怪 那些相机是直接可以透过前车窗吗 对 都拍得非常清楚 那我们就常常 我们就看到里面好多案例 为什么男生在开车的时候 女孩子的头是埋在他的胯下的 现在口交吗 我不知道在咬东西 不知道在咬什么东西 不知道在咬什么东西 或在剪口红 也有可能 用嘴巴在擦拭排档杆 对 排档杆 可是又不太清楚 那另外一个 就是没有就是双手 会放在这个男生的胯下 然后男生甚至有时候 还有人做出陶醉状 那我们常常在这照片上 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变成说这次危险驾驶 那万一真的突然一触即发 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对突然一放松 整个人可能就失控了 对就会发生这种意外 好多这种案子 那所以你们那个案例 可能中间也是这样 对啊 那其中还有一个是 也是上过那种社会新闻的头条 那他是直接就是 因为他算是我们那时候查 那肩夫就是他朋友 现在很多这种案例 就很莫名其妙 朋友看上朋友的老婆这样 对 那后来我们就是有证实了 照片什么也都给他了 那有进出这个汽车旅馆 甚至比如他们是两队嘛 是 他带他老婆 那对方也是带他老婆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脚他们在互勾 我们就坐在旁边这样拍 他们对 他老婆 他老婆在跟他朋友脚在那边互勾 就两队这样两队 那别人知道吗 那时候不知道 是我们查出来才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重点是 有进出这个汽车旅馆的这个画面 是 当下问他要不要抓奸 他说不要 因为是他自己的朋友 然后他 那时候我们也想说他不处理了嘛 那整个案件我们就先解案 到后面就是大概四个一个月吧 就报纸就是 不是一个月 是那时候有被玩三年了 就是已经很久 他跟他老婆 他跟对方的老婆说 你们老婆乞我母 你们也要让我乞 对 我母 你起来 他就发现自己的老婆被人家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他自己就去勾他 没有 他是直接协调 他是直接协调说 你们老婆乞我母 那你也要被我乞 这也算私下和解一种 有的就是要赔偿 有的就说 没关系我们互玩 可是重点是 莫名其妙 那个女的也愿意 我就觉得现在传统的妇女 莫名其妙的 对 他是觉得说 我老公做错了 那我就是代替她受这个罪 是 然后就是这样子 有的女生就想说 都什么年代 你要玩 我也去玩 而且是欲求欲求 他想要的时候 就打电话叫他来 就让他起这样子 就莫名其妙的 其实同样的 刚刚陈小姐讲 同样的案例 也发生在云林的包中箱 也发生过一次 那也是一对夫妻 被人家抓奸之后 那男生说 我也不要你赔偿什么东西 被害者 你什么都不要赔偿 那你老婆给我睡 对 因为你睡了我老婆 然后开始记录 一句一句问她老婆 你哪时候开始跟对方 有不正常的关系 然后做了几次 做了几次之后 双方签那种性爱契约 对 那就要全部还清为止 而且我的那一件事 他们还有拍性爱光点 对 他要 因为他可能就是 有个把柄在手上 所以他全程都拍摄 甚至说他们有 就是四个人一起的画面 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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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纯属是个人的行为 但是我们来单独说这个衰 跟这个业障的本身来看 我们每个人在结婚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就是一定会先敬天地 第一个就是会敬事 我们自己南方的这个祖先 但是你在拜这个祖先的时候 以前人说死人在死人在 那你这个十二行礼 跟聘金 因为一般我们的聘金 就是大聘小聘 会排在我们这个祖先的前面 展现我女婿 我们黄先生 你看 带了很多的这些聘金来 其实那是一个形式没有错 可是最主要就是你在祭祖完之后 你就要去承担你们 比方说我是邻家还是皇家 你进门之后 你要去承担这个业障 如果这个门呢 你如果这个门 你就要去承担这个业障 但是你今天又跟了别人的时候 整个会转移 那在祖先的 在祖陵的 那业障会转移 别人家的业障那也要背 对 那它全部背 背的话 你整个就是一个人 你把你的担子可以 比方说你可以单这个担子 可以单150斤 可是你要单两家的祖陵的话 你就没办法单 可是现代人很多都不会想这么多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刚刚他们讲的那个 也是有啊 就是说我知道一个案例 那个不久以前 就是有个妇产科医生 我们也是朋友的朋友 他就是也是记录不良 就是很花 你知道妇产科医生 可是他最糟糕的是就是说 他去看病人的时候 他有一个长期的病人 然后那个病人呢 他还蛮喜欢他 长得很漂亮 就没事就故意去看诊 我这里痛 你帮我看看这样子 对对对 我猜类是只有这样 然后就内诊 然后内 当然内诊的时候不能怎样 但是后来好像是 他有点就是生病还是怎么样 他把他打麻醉药 但是医生 就其他护士不在 他就是直接在那个台上 诊疗那个台上 然后就跟那个女生 发生关系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这个女生醒来之后 一直觉得怪怪的 然后回去就告诉自己的老公 就说我觉得我好像被侵犯了 他老公也蛮聪明 我们赶快去查 就是去医院嘛 检查就知道了 而且那个医生也很笨 他觉得这样做就没有事 比如说也不带套子 什么都不做这样 也没有帮他清干净 对 但是好死不死 因为他这个 就是他的老公是黑道 惨了 而且他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就是你趁他昏迷的时候 做这样的事情 简直是该死 对 他就找兄弟架了那个 那个妇产科医生 就是说我现在就是 你看怎么办 你看怎么办 那当然像刚刚他说那个案例也有 就是这个兄弟他就说 那你老婆要让我睡 但而且我要在那个诊疗台上睡 是 而且我睡的时候是大家都要在 那这妇产科医生怎么说服他老婆呢 为什么报应在他老婆身上 他没有办法 因为你做这件事情 我就只能做这一件 就是我必须做这样的事情 要不然我就断手断脚 你这样难消心头之恨 对 就是说你做了什么事 我就做什么事 那因为你是迷婚我老婆 那我现在就叫我所有兄弟 包括你自己 你就在现场看 你要不要 所有小弟都要看 对 因为他已经把它压在地上 就是要不然我就断手断脚 你要不要 他最后他老婆说要 他老婆说要 因为没有办法 好惨喔 我听到的是很残忍 就直接抓上来 直接在那个上面 而且他的兄弟都在旁边 而且拍下来 所以真的喜欢搞婚外情 如果搞到大哥女人 就是这种下场 就是让你受不了 所以说进了文明社会时代 照理讲应该是这种感情的事情 不应该再诉诸这种私行的方法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印度来讲 他们目前还有这个阶级主义 但是比方说 生女最高阶层 武士 一般商人农业 最低贱的是这个贱民 甚至说你妓女呢 生在小孩呢 从小就是妓女 有不翻身 可是如果说你不同 从小就是妓女 就等于婴儿时期 孩童时期就要去卖了 如果是妓女生出来的孩子 就家去耕田 做一些贱民的工作 所以说她们不同阶级中 通奸的时候呢 她们的罪罚非常严格 怎么做呢 男的呢 要把这个下底给烧掉 然后睡那个火床 是喔 比一个跑过之行一样 好惨喔 那女的呢也是一样 用烧热的铁 把下底给烧坏掉 那种方式去惩罚这些肩负淫妇 好惨喔 那像有一些人 那动用事情 可能还在你脸上 吃一些很污秽的痣啊什么 对没有错 可是我们举例 很多古代现在都有 但是我是觉得说 言归一句话 就是说 多关心你的太太 多关心你的先生 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就是很多个不关心才会发生啊 那就是自己要做一个 而且有一些生的小孩 他或许就兴奋感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夫妻宫里面 有一些会看得出这个征兆出来的 夫妻宫当中 他有个破君心 然后带为二十八心处的女卦 就会有这种蠢蠢欲动的这个欲望 还有一个就是七杀心 然后兼一个鬼卦 破君七杀和鬼卦 破君心 然后兼一个女卦 这会有这蠢蠢欲动会这样子 你记下三个年后去看你老婆 然后第二个就是七杀心 然后兼着鬼卦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太阴心 太阴心接着一个柳卦 柳素的柳 这三个心都会这样子 然后不管男女还是 他只要他命里面有这个的话 他就会蠢蠢欲动 就容易爬墙出轨 对 容易会 就拿楼梯啦 爬楼梯啦 小带还有什么那种通奸案例很夸张 不过我们刚刚我们讲 其实我本身遇过一个最夸张 但其实很平常 那就是怕死 什么的 就是有一次 像你没带还要玩 对 没有带爱玩 然后你被人家抓到的时候就受不了 那时候我就记得 我跟一个派出所的园警 有一次他们说 晚上在那边泡茶 泡一泡就有个太太要来报案嘛 说老公在外面跟人家怎么样怎么样 那拜托警察 然后连里长也带来了 我要去抓监 那我们好奇嘛 然后就想说跟着去看 可是因为我也不能去到门口 我只能够在楼下等 然后等到他们控制现场之后 再进去看一看 结果谁知道 过一下怎么全部的人 匆匆忙忙跑出来 为什么 叫救护车 就说 什么 什么 我说 喜欢先生 他说 不知道 人脱土白沫 我说 为什么脱土白沫 然后冲进去的时候 对啊 他老婆把他从床上拉下来的时候 是没穿衣服的 然后突然就 心肌梗塞 然后不动啊 应该是叫马上风 对啊 马上风 搞不好不是吓死是爽死啊 那警员 那警员形容 他们其实 他们还是在外面听 他们一直在听声音 然后听到声音快结束 还是持续的时候冲进去 那男的 所以是还没爽到的 对了 所以绝对不会是马上风 可是我们有遇到那种很沉稳的 对了 是进去 他说 叫我们等一会儿 他进去 对 对 他跟我讲说 对 他跟我讲说 就是 你会吓到了嘛 对 明明就是 从此就 对 其实状况有很多 就像我刚才的最好笑的就是 你五分间更进来的那种 对 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在浴室 然后那种就是老婆 就是很激动 然后因为 其实这种画面常常有 就打第三者有没有 对 我们一进去的时候 一进去 房间没有 一转弯 在浴室洗澡 我们就直接踹门进去 踹门进去的时候 踹门进去老婆 跟那个第三者 老公到底什么情况呢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学进去的时候 只看到那个 那位女大学教授 全身五花大绑 被绑在床上 然后 警方以为是被绑架了 这样子 对 那个就算了 对 然后她的下体 插着一把假刀 这些猎者在抓通奸的这个家庭的时候 到底现场有多么混乱 就冲进去的时候 那时候我说过 一进房间的时候 房间没人 一转弯再浴室 七掌 我们就直接踹门进去 踹门进去的时候 哇 那个委托人控制不了 气啊 对啊 直接抓那女的头发 一直去撞马头 一直撞撞到头破血流 你想想那马头有多硬 对啊 一直撞到后 我们真的是拉不住 就现 对啊 现场就一片混乱 那其实 我们一直在 我们一直针对委托人 一直辅导说 你再怎么样 你不要去动手 因为你原本 那个通奸罪是已经成立了嘛 你到时候要变那个民事伤害 然后到时候就是又互告 那其实这一方面会变成说 后面协调经会不好讲 对 因为我都会叫委托人 你先想清楚 你要动手的时候 因为立志张头嘛 真的啊 你连立志得不到 你当然就要钱啊 这样子动手的话 这样不太好 真的耶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通奸会 就会带塞这样子 对 因为我知道的案例里面 我觉得尤其对好像 我比较迷信 对男人都不好 就是基本上男人 只要上了别的女人 或者你自己本身有通奸的 这个问题之后呢 好像状况都会很差 因为真的会带塞 在有这个岛国的这种 我们的邦交国 不要讲出来 你都影响外交 你说是那个不是带塞 是直接夹塞 他就是说 说到监负一部呢 就把你塞大便 让你去吃 他认为说你已经不结了 你就跟大便一样 就吃会物 不让你吃 但是我先把那个讲完就说 你知道我们记者不是 那个真信社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会拍到 狗仔啊 对 会拍到这个画面 那我讲一个例子 但不能讲名字 就是我们那时候得到 一个献报就是说 有个女艺人 她的先生有外遇 然后她先生在外面投吃 那我们就想说好 可是她先生是圈外人 就比较难跟 那怎么办呢 也不知道这女艺人的家 所以我们就先跟这个女艺人 至少跟到她家 所以就跟跟跟跟跟跟 一直都没有跟到她先生 可是跟跟跟 就一直跟到这个女艺人 就是她的 女艺人至今也在 对 然后她就 反正她就是正常 就是工作完回家 工作完回家 跟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有一天 而且你知道 有时候在通奸的过程 他们都不是晚上 我们后来发觉白天 是她们密集活动的时间 而且是比如说中午到下午 然后这个河滨公园 那个附近 都会停满这样的车 结果有一天 我们就等等等 终于等到就是 这个女艺人 结束一段工作 然后开着车出来 她的跑车 就开到公园 而且明目张胆 大白天 然后这个时候 她很小心 她先在一个学校 载了另外一个男的 结果我们发觉 那个男的是一个 另外一个男艺人 非常有名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 天啊 不对啊 我们跟的对象不是这样子 就怎么会是这样 你就觉得傻眼 完全傻眼 然后就上车了 我想说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去载她 结果两人就去公园 就像她们刚刚讲的 细节我不方便讲 因为她们就直接在公园 有没有让她曝光吗 有 所以就喝酒 然后就在那上面 就坐了 就坐 然后我们其实这个事情 后来有去问当事人 他们是承认说 是因为那天那个男艺人生意 所以她想说 在那个车上帮她庆祝 结果就喝了一点酒之后 从前座就坐到后座去了 好 这个事情后来 你不要再问我 有没有曝光 反正这个事情呢 后来曝光之后 这个男艺人整个 就掉下去了 就一绝不振了 所有的事业 就不知道怎么样 我们也没有毁了她或什么 就开始一绝不振 所以我们就眼睛就觉得 是你自己要上了别人的老婆 对 因为那个女人是结婚的嘛 但她就整个状况就非常不好 所以 一直到现在都很消沉 很多都是这样 事业是22 不过其实我刚刚只是 我们刚刚提到这种抓奸 我这边 我们还碰过一个更劲爆的案例 那 南方是一个医生 对 是一个整形医生 对 但是不是台面上很有名的 反正他是整形医生 不知名的 对 女方是一个大学教授 大学教授 那 当天 这个女方的丈夫 带着警察去抓奸的时候 在台北县一家汽车旅馆 冲进去的时候 他们发觉 竟然是一桩命案 但是 你又想要 什么叫命案 假命案 你知道 但人进去的时候 只看到那个 那位女大学教授 全身五花大绑 被绑在床上 然后 警方以为是被绑架了 这样子 对 那个就算了 然后她的下体 插着一把假刀 假的刀子 是缓具那种 对 还有一根 情趣用品 还那么凶 就插着这两个东西 需要这样玩喔 然后 这还不算什么 结果她全身上下 涂满了番茄酱 天哪 眼包床单上 都是番茄酱 所以就看起来 很像鲜血这样 所以 当警察 里长进去冲的时候 才发觉 女孩 怎么会这样 凶杀 而且那时候刚好 男的在浴室里面洗澡 什么 没有看到男的 只看到一具尸体 不会动 嘴巴还塞的东西 对 然后全部是血 这下体还有一把刀 对 哇 你看 现场下子 我忘记行凶的案例 我忘记补充了 是一把刀 一把情趣用品 还有一把假枪 对 是三种东西 所以这种行凶狂的SL 对 结果后面 他们调查出来 这女的原来 这女大学叫做 她本身的那种被虐狂 就喜欢玩SL 而且她偷情 不是只针对这个医生 针对很多人 但是她都喜欢玩这一套 王主席说母系社会 都不会有这些问题 你爱跟谁玩都跟谁玩 我们不能这样讲 好像讲得很性开放 性解放的感觉 这本是杨尔车纳姆 很有名的歌手 目前在大陆也是做很多 这种评审节目的一个知名歌手 评审老师 那她是什么族呢 她是摩梭族 在四川跟渔南边境 一个叫女儿国 在鲁固国这个地方 那她们这社会是什么样呢 她们行的就是走婚的制度 什么意思 就是结了婚就走 可能就是说 男方呢 到了这个女孩子的这个花房 有没有 然后呢做完之后呢 她就要走开 可是呢 她们同一个母系社会当中呢 这个女孩子呢 她可能有两三个 或三四个不同的伴侣 性伴侣 那女孩子到13岁的时候呢 就要开始行 就是说成丁礼 成人礼的意思 全身脱光光 脱光给主人看 不要说她长大了 你就要找你的伴侣的这种的能力 跟这个机会 男人好想去这个女人国 对 男人也是啊 男人也是也可以啊 你可以选不同的伴侣啊 可是她们之间来讲 会是说 会形成这种 如果说真的 到了非常固定的时候呢 她就会固定几个伴侣 也不能太多 固定几个 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为了这种 男女之间真的就是打架 杀人统统没有这种事情 对啊 跟我们真的好多 我有像类似戴大哥讲的那种案例 不过她是中医师 但是她是男男 对我们 我们那时候是在台中的 台中的一间 她外衣对象是跟她同性的 对 所以业绩可以增加很多耶 好 那我们那一间 汽车旅馆是很大 有游泳池的那一种 那他们在里面开那种性爱派对 然后就是里面总共有四个男的 两个女的 可是当我们闯进去的时候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抓奸抓得这么安静 因为他们全部的人都忙掉了 忙掉了 因为我们都长期监听嘛 那我们知道说她陆续 还有再招朋友来 那所以我们就一个妹妹 就乔装这个传播妹 然后就乔装进去 之后我们就陆陆续续去 七八个我们全部都进去 进去之后 但她没有人发现我们 甚至她以为我们是同伙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 我们就坐在那边 一直欣赏那个活春宫 那他们把所有汽车旅馆的东西 就是能够用的就用 就比如说沐浴乳 她就把它当润滑油 然后就是 因为女生 女生是在那边就是嗑药 在那边炒 炒K嘛 对 就是在那边嗑药 那四个男的去坐起来 这样子 然后他们还拿那个 汽车旅馆的花瓶 反正就是可以 或捅对方的屁眼就好 对 就是 你 你要讲得那么白 就是 就是尺寸可以尺寸可以尺寸 好夸张 那花瓶也不能太大 对 因为 因为其实我还蛮同行那个委托人 没拿保零球服 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 是不是很安静 我们已经坐了十分钟了 没有人发现我们 其实抓肩这种东西光怪陆离 但有时候也会看到这种 蛮悲惨的场面 你也好气又好笑 像我记得有一年 大概十二月中的时候 那寒流来 好冷那一天 刚刚就是台北市中山分局的事情 那事情发生在松江路上 松江路跟明泉东附近的一个大楼 那桌间的地点在十楼 小套房 我知道中山去好都那种 单独的小套房 那OK 警察带着那个丈夫去 带着女方的去抓肩的时候 就一进去的时候 只有男的在里面 他老公在里面而已 没有第三者啊 但因为他们经验不足 不知道在外面要听东西 所以他们是直接进去 结果底下消防车一堆一堆来 你知道吗 云梯车也来了 跳下去了 没有 然后底下 就听到消防队员在广播 小姐不要想不开 等一下 人家冲上去之后 他那个 南方也还在里面 那南方的老婆也还在里面 警察还在里面 大家还在那边谈 然后想要 现在是会社会 有些人可能因为这样 就醉了死掉 有耶 我们还真的是摊抱着